老師,關於我們有興高中的馬克杯轉音這項課程 那在上課前我們會有一些需要準備的地方 那首先第一個,這是馬克杯轉音機 那在上課前的話,我們要先把馬克杯轉音機預熱 那像這邊,我設定了溫度,第一個Temperature這邊,按OK可以變換 Temperature 200度,溫度200度,時間的話200到190秒都OK 然後呢,這樣子,這樣就OK了 那預熱的話要怎麼預熱? 就是我們先把這個開關打開,然後總開關打開 那我們馬克杯轉音機是吃220V的電 接下來呢,這個把手拉過來之後 按按,把它按下來,它就會開始倒數了 只要開始倒數,那就OK 現在開始預熱之後,它的溫度會到200噸 很燙,那要務必要注意安全 然後它倒數完之後,它會嗶嗶嗶的發出聲響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把手推回去,這樣就OK了 那接下來呢,又來到我們電腦這邊 電腦這邊呢,我在這台電腦裡面的D槽 有放了我們印表機的安裝檔 那如果不知道我們印表機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邊,它有型號 可以上Apson網站去查L805 那有插的就有,OK 那接下來,就這裡直接點了,然後安裝 那我剛剛已經安裝完了 那安裝完之後呢,還有我們在列印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設定檔 包含它的出沒,它的圖像反轉 它都會,我們都直接幫學生設定好 這樣子減少學生出錯的問題 然後,打開Word裡面 點開一個檔案,然後在這裡面檔案 列印這邊,印表機內容 點選 點選之後呢,這裡有一些設定檔 我們要先設定 選幾張種類 選那個Apson Mate 品質的話,選高 然後呢 更多選項這邊 請把它點水平反轉 然後,這裡 按新增移除設定值 OK,那 今年是106 選騎車,我就點106,然後按儲存 這裡就會多一個 好,然後就可以按關閉 好,那這邊就會多一個 那列印前記得請學生要點106 然後按確定 這樣子 我們到時候圖像就會是正確的 好,那 來看一下這邊B的 這是我現在在預熱的 那它溫度 那個時間已經倒數到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推回去 這樣子 這個就預熱好了 那 記得要提醒學生 手不要放過去 因為200度下去 會很怕 OK,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邊 那馬刻被轉印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請學生找圖片 那圖片的話 畫質不可以太差 好 然後盡量 我們先隨便找一個好了 OK,好 那我們找永春高中的圖片 然後我看一下 有什麼不錯的 有什麼不錯的 好,那 有這個耶 好嗎 好 那我們把它存到桌面嗎 OK 接下來把它拉進來 拉進來之後呢 可以請學生把這裡 右下的腳這裡 把它調到300 然後讓他們在他們自己電腦上看 只要那個細節看起來不要太明顯 一切都OK 呃,就是不要糊掉了 一切都OK 然後列印的長官只剩在這邊調 圖片工具 這邊 然後我會習慣讓學生把文字 放在後面 這樣子的話 它圖像 然後把它 拉回來 圖像呢 就可以隨便移動了 OK 那 高度 一張圖的高度 可以射成9公分 因為我馬克的位置大概是99點多 然後 一張A4大小 297 所以除以3 如果每位同學都放9公分的話 是270 所以其實還有一些空間 那 這張 熱轉印紙 就可以用 那 熱轉印紙的話 網路上都買得到 網路上都買得到 這個 熱轉印紙 然後墨水 墨水的話 我個人建議 可以的話 一年 請那個 我們配合的那個廠商醫生 請他們來幫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著 剛好 自行 換墨水 那我自己也不放心 那 請到換墨水的時候 同時請他們 針對 顏色 進行重新的調教 然後 我們每一次上課前 我們都要印一些 先自己測試 印一些馬克杯 包含看它所有顏色 要確定顏色都沒有錯 如果顏色有錯的話 等一下 學生全部印出來 就會很慘 所以務必 要先測試 如果不測試 真的會很麻煩 OK 好 那如果OK的話 所有上課前要準備的步驟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確認 阿克杯轉音機有預熱 我們確認 音表機有開了 然後 確認 Windows裡面的 音表機驅動有安裝了 然後 設定檔有設定好了 這樣就OK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上課的內容 OK